請一個你特別像我媽媽住院是請了兩千一是一對一的 對不對在醫院裡面那才可能 那你說住那個老人院的這樣康復 他一層樓只有幾個人而已 一個人看十二個 我不知道他看幾個 他半夜他按鈴 我沒有聽到我們也不知道 另外一點說 而且他老人家你叫他不要起來 我已經綁著他還是要起來 我媽媽就是這樣子 那他要起來那就別倒了 晚上難道沒有人 他不能按鈴去請他們來帶他去 他有沒有按鈴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在旁邊 也許他按鈴 就是兩種情形有按他沒有聽到 或者是他沒有按 他剛開始包尿布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要起來 因為我在他旁邊我就知道 住院的時候跟他講說 你現在包尿布你就不要那麼黏長起來 你就在上面尿尿就好了 他也不要你知道嗎 後來他兩隻腿慢慢的 如果他變得習慣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來不及我就尿在上面 那如果來得及的話我就叫人 因為總是在馬桶上他比較舒服 那譬如說他沒有大便的話 他隔一段時間小姐會跟他說 阿滴今天還沒有大便 去馬桶坐一坐 就是這樣 因為你要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也不能跟他吵 請問一下我不是說要吵 我是說他是有知覺 他也知道他要尿尿的 他可不可以放在旁邊做一個便盆椅 他就只是扶他下來坐在病床旁邊的那個 其實他他常在這邊 這個浴室就在這邊 那個馬桶就在這邊 不用跑來遠了 他那個鱗椅就可以 其實他們自己會推的就可以過來 我男人很固執 我媽住那邊旁邊就有一個尿桶 他也不下 他就要跑到廁所去 所以有的時候 他說兩三個人碰到一天 他說他不好意思 怎麼辦 他就說 我跟你講我們人們來 就是沒辦法要求人家 他知道旁邊就是尿桶 他就不上 他碰碰碰到那個廁所 然後靈盒這樣動動動動動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 我媽媽也是這樣 真的沒辦法 95歲了 你知道他怎麼辦 真的沒辦法 我們自己也沒辦法 而且他很愛乾淨 他靈盒不要尿在那邊 對 我媽媽剛開始包尿 他一開始不習慣 所以他一直腳斷 他就一直扯 他也不尿 他就忍著不尿 你知道嗎 他就讓自己一直要欺負 最好的方法做得到 就是自己請一個一對一 對 可是一對一你要看人 那你請錯人的話就很慘 我跟妳講我婆婆 我們請那個廢東的婆婆 再跟我兒子講 他有的時候生氣就這樣子 這樣子 他不是真正的打 可是我們就是這樣子 就是生氣 妳說誰打誰啊 廢庸就跟那個老人家 他就這樣 你不乖你不乖 這樣子 就用身手 就是這樣 也不是打 他就這樣說 你不乖你不乖 你看我叫你 叫你那個怎樣 你就不怎樣 那因為我們也不在身邊 也沒有看到 我不可能24小時 我也裝著 我也裝著那個壁路的 就是監視器 有的時候說 我跟你講 有老人也不是這麼好相處 有時候你叫他幹嘛 他就是不幹嘛 叫我媽媽住院 我就知道我在那邊看 他每個 我看錶喔 五分鐘快到了 他就大叫 沒有事情 他也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問那個護士說 是不是這樣 他說幾乎每個都這樣子 所以 你說 幾乎每個人 老人 老人 每五分鐘就大叫 對 叫什麼事兒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可能是不習慣躺 我們不曉得 他就叫 尤其是晚上 他會這樣子 一直對著這樣子 講話 就說好像他看到什麼 他就一直講 可是你跟他說 你說什麼 他也不理你 所以因為那時候過年 本來一天兩千 過年三千塊 我請不到人 只好我自己看 他就每隔五分鐘 不到五分鐘就叫 你沒有辦法睡 所以這不是 你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他看護 他的工作就是看護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上班人即使 你要去看他 真的是 像年貢基看兩天 他爸爸住院 兩天就聲音就啞了 就快了 我就動得掉 你說誰誰啞了 看的人啞了 看的人啞了 對 因為日夜天倒啊 我跟你說 看病人沒有那麼容易的 譬如說你說 他睡了你可以睡還可以 我們想睡他不睡了 他睡的時候我們沒辦法睡 所以看病人沒有那麼容易 看護就是看護 我們的職業不是看護 所以真的 我覺得病人有的時候 對 對 他找到機會就睡了 對 他的職業就是這樣 他已經習慣了 你知道嗎 所以有的時候 就像我媽媽要住那邊 我覺得只有 只有人和啦 也不能要求太多了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的時候 也不知道他怎麼對他 也許他很兇 或者跟他 他一個小動作 如果兇他也很容易啊 讓他擋 或是怎樣 這樣對不對 或者言語暴力 也不一定嘛 所以有的時候 比如說家屬 大家和平 家屬吧 那真的有沒有愛心 我們也不知道吧 知道 所以你去到那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他對待其他的住民 他當然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都是很客氣啊 哪一個看護不是這樣 有家屬來 他都是很客氣嘛 都是這樣啊 因為他就是做生意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做生意 也是這樣嘛 對不對 你像老師 有家長 譬如說家長會的時候 是不是老師都好客氣啊 好親切 就是這樣啊 沒有人在的時候 他可能就兇他 也不一定啦 也不一定 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家裡有老人 其實也是個問題 那老人 有些老人好相處 有些老人也很難相處 真的是這樣 像那個老人 老人院就說 啊你媽媽 她都很好相處 她就是要看到人 譬如是說 她人影村的 她辦公桌有人 她就要坐到她辦公桌旁邊 看到人 那另外一個老人家 跟我媽媽同一個情勢的那個 她因為她兒女都不在台灣 她就情緒很不好 不時啦 罵東罵西 人家叫她說 你不能在這邊抽冤 而且你這麼老了 不要抽冤 她也不管 她也在寢室裡面要抽冤 那你說管你的人都不 所以有的時候 老人也不是這麼好相處的 所以是真的 當然她有病痛 或者是什麼 她自己也情緒不好 對不對 老人院的人 你真的要做任何工作 你不要看 其實真的是很累 又翻身又幹活 如果老人合作還好 不合作 我自己知道 那工作也只是我的工作 真的嗎 這個真的是個大問題啊 以後我們都會碰到 除非我們身體